受寒潮持续影响 南方多地大幅的降温 浙江的乾塘江也被冻住了 江水结冰之后出现了开裂般的纹理 向远方延伸 在江面形成了潮汐树景观 昨天受南下过境冷空气影响 乾塘江畔凌晨最低气温连续第二天低于零下午摄氏度 乾塘江入海口近海塘处的滩土 江中沙洲持续结冰 创下乾塘江近年连续风冻记录 在嘉绍大桥和塔山坝附近 冰冻的潮沟如定格在滩土上的参天大树 滩土泥沙质地松软 潮水不断冲走泥沙 形成潮沟 当海水再度涌入潮沟 又遇低温冻结 就形成了这样的冰雪潮溪树 寒潮制造了奇观 但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 安岭乡是浙江泰州仙居县最偏僻的山区乡 全乡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 党员志愿者组成顺风车队 义务为当地孩子提供出行服务 我们安岭本来海拔高 气温又低 像今天这么冷 送他们回家 好让他们家长也放心一点 在浙江京华 三江街道阳光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 八十周岁以上在侧老人有二百多人 社区组织分片区对辖区老人解决生活难提 在绍兴新长当地供电线路出现复兵 供电部门及时开展除兵作业 并加强对义复兵线路和各类隐患的巡查 保证线路安全